我想其实中国人反抗共产党的统治 是从共产党一上台就开始了 从50年代初就开始了 但是这种反抗往往是一种站在共产党的立场上 认为维持共产党的整体的制度 只要加以一定的改革就可以了 那么从1978年开始 1978年的民主墙开始 有少数的人开始提出来 共产党这种制度要结束 就是要彻底结束共产党的一党专政 中国才能够变好 那么这个反抗就开始变了 就是开始要改变共产党的制度了 这个是从1978年民主墙开始的 在我们在民主墙贴出这些观点的时候 当时在民主墙也是受到很多人的攻击 但是老百姓都非常爱看 围观的人非常多 而且流传的非常广 所以当时老百姓 大多数人是没有想到可以推翻共产党 有少数人是想到了 但是不敢说 所以我们在民主墙里把这些话说出来了 公开的宣传 而且印象一些油印的杂志传播了以后 很快在全国引起 就是在中国人思想里引起很大的反响 所以在我们进去以后 就是我被关进去以后 从80年代初开始 中国的这个要求民主 实际上就是要求结束共产党一党专政的这种思潮 就发展得非常快 整个80年代就成为共产党的一个最大的敌人 包括共产党内部的很多人 也跳出来说中国应该走民主的道路 要自由化 这成为邓小平要打击的主要的目标 但是这很快的这种民主化的思想 在中国社会上酝酿的越来越成熟 就是越来越广泛 那么就不仅仅限于法治方面了 整个社会都开始要求民主 在言论自由方面 在这个各种制度方面 大家都要求越来越开放 包括经济方面 这个时候邓小平一方面 他不得不接受社会上越来越自由化的经济 但是在政治上 他觉得他应该守住政治的阵地 所以他就开展了一些反过来的运动 就是比如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 这在整个80年代是非常激烈的一场争斗 一方面社会要求自由化 一方面邓小平不断地发动这种运动 去反对自由化 这场斗争越斗越激烈 一直延续到80年代末 实际上邓小平在经济上不得不开放 然后在政治上坚决不开放的这样一种思路 是在整个80年代慢慢形成的 一开始他也并不清楚 所有人都不清楚 到底中国要怎么走 当然他很快发现 第一经济上如果不改革 那么中国的经济会崩溃 老百姓也不能忍受 共产党也必须得下台 另外就是政治上 如果他开放了给人们的自由的话 那么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肯定也站不住脚 这个方面他头脑非常清醒 所以他的这种思想和整个社会上要求民主化的这种情绪 对抗的越来越激烈 可能到了1989年 这种对立就开始爆发了 甚至在党内也对立的非常激烈 所以到1989年爆发了 所以才有1989年那场六四的运动 所以他在经济上他发现可以放手的发展 不但放开来让中国的老百姓发展经济 而且吸引外国的商人到中国来帮助中国 加快发展经济 他认为只要经济发展的好 给人们吃饱了饭 让人们挣足够多的钱 老百姓就不会造反了 这是他的一个基本思想 邓小平认为 这也是整个80年代发展过来的一个思想 就是说他认为如果经济发展了 那么是不是很多西方人认为 经济发展就会民主了 但是邓小平认为经济发展了以后 怎么样继续维持一党专政 这个方法就是在他那句有名的话里说的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或者说让自己的子弟们先富起来 如果这些钱都掌握在我们子弟的手里 那么将来即使发展了资本主义的经济 那么政治上共产党仍然能够维持一党专政 他认为所谓的民主也是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 那么只要资产阶级还是我们共产党的人 那么这个政权一定还是我们共产党一党维持的 感谢观看